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的剧情发生在如龙漆之后 主角春日一番为了寻找母亲 踏上了异国他乡夏威夷的土地 另一位主角同生一马 也受到了大道四一派的任务来到了夏威夷 在那里再次与春日一番偶遇 从而展开了新的故事 游戏的故事相当精彩 扣人心弦 整个故事的主线是围绕亲情与复仇展开的 玩家将扮演主人公同生一马的角色 在逐渐展开的复仇的过程中 同生重新建立了与家人的联系 春日一番在夏威夷寻找母亲的过程中 接触到了一些险恶组织 他与同生一马 在这个异国他乡相遇 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组织的问题 在途中 他们不断发掘着各种阴谋和秘密 为了解决问题 他们需要与当地的居民 以及其他组织合作 整个游戏剧情跌宕起伏 情节丰富 引人入胜 作为一个以故事情节为重的单机游戏来说 如龙8的剧情构建的确非常出色 情感化的人物形象和游戏的背景叙事 给玩家一种身临其境 身处其中的感受 游戏最大的变化 也是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全新地图的夏威夷 这个地图官方说法是如龙系列中最大的舞台 试玩版虽然只开放了部分地图 但依然能感受到地图的巨大 如龙8高度还原了夏威夷街头的真实场景与文化特色 从不同地区的方言到真实的交通工具 再到街头的摊位 商铺和人生摆位 这款游戏引入了许多对夏威夷文化建筑和景观的直接还原 每一个角色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服装 还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细节 尤其是在打斗场景中 整个夏威夷似乎都是你的背景 这种氛围让人沉浸其中 游戏的战斗系统依旧延续了期待的回合制 对比前作整体做了优化调整 玩家角色在攻击前可进行一定范围的自由移动 由此玩家可以选择快速接近敌人 给予其巨大伤害 或者靠近同伴发动合作攻击 策略性得到大幅强化 为方便玩家更好的释放技能 攻击前也有了对应的属性克制提醒 还增加了与其他伙伴的友情技 友情追击等系统 它让战斗不再是单调的重复砍杀 而是需要玩家动脑思考和策略规划 玩家需要根据战斗策略来合理搭配 并利用各种技能 才能在激战中获得胜利 此外 为方便玩家跑图 游戏里还新添了平衡车 对路边的敌人添加了警戒度设置 只有到达一定警戒度 才会触发战斗 游戏中的人物角色设计别具一格 每个角色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特点 这也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代入感 不过游戏中解锁职业 应该都需要完成一些特定的事件才行 而在市玩版中潜水员的角色 完成了一段剧情就可解锁 是不是有点过简了 亦或许是因为市玩版的缘故 如龙8对小游戏的设计也很不错 除了历代都有的卡拉OK 棋牌接机 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外卖配送玩法 简单来说 就是搜集地上散落的食物 配送到指定地点 玩法有点类似世家的一款老游戏 疯狂出租车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玩法 就是最近宣传片中介绍的太古岛玩法 太古岛是如龙系列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娱乐场所 该模式下玩家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岛屿度假村 整体玩法类似动物之森 海滩钓鱼 定制建筑和家具 素材商店交易DIY 资源等内容亦应俱全 太古岛还让你与许多穿着奇装异服的NPC 建立友谊 你也可以坐在沙滩拿起吉他 在篝火前演唱卡拉OK 音乐方面 游戏中的背景音乐非常出色 甚至还加入了中文配音 连卡拉OK都配了音 色彩斑斓的夏威夷和多元化的文化 营造出浓郁的异国风情 总的来说 如龙八这款游戏在剧情 游戏系统以及地图设计上 与前作相比都有很大的改进 游戏的可玩性也大幅提升 使得游戏体验更加完美 这无疑是一款精心打造的优秀游戏作品 以上是本人如龙八的一些粗浅游玩体验 易得之鉴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